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自然療法如理 我是Diana 今集會繼續請到 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我們分享自然療法最新的資訊 袁醫生你好 Diana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我們最近都說的是 解毒身體的病徵 我們之前提過 是關於頭髮 又有說到一些眼部的問題 有時發現可能眼睛 可能生了一些東西 那這些問題 會不會是不正常的呢 是的 我們都說了 身體其實有很多症状 或者叫做信號 和一般的病徵不同 病徵譬如你 吐、吐、頭痛、發炎、痛 這些很明顯身體有事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身體那種症状 就是一種很不痛不性的 當然有一點點 不是正常觀察得到 我就會開始想一下 其實這是不是一個訊號呢 說給身體有更加嚴重的病 那我上兩集 我也和大家探討過 頭髮出現的症状 還有我們眼睛 我知道了 眼睛是我們所謂的靈魂之槍 是的 我們很多時候 是很容易留意到人的眼睛 那方面的 那你曾經問 你說眼球裡面 有些長出的東西 有時候你都見到的 有些白白或者黃色的東西 就會在眼邊 慢慢伸延出來的 那這種呢 那這種呢 我們叫做呢 叫做 Pingacula 那種 其實呢 眼角膜那裡 有一種浮浮的出現 就好像慢慢延展出來的 去到角膜的 那也都叫做 Terygium 那樣 其實這些 跌斑呢 其實可以這樣說 是好像老人斑那樣的 就好像皮膚上的老人斑一樣的 可能因為太曬太陽太多 但是可以這樣說 在眼球上呢 是慢慢地成長的東西的 那也都可能因為 暴淚到風沙的徵兆 那總之是一種老化的 不是代表呢 它是會變成癌症的 那也都不會因為刺激那個眼 就是眼睛 長期影響視力的 那也都可能呢 就因為那個眼影眼鏡 戴得不好的樣子 那其中這種情況呢 通常呢 一般人遇到 如果他看一般的西衣呢 通常會幫他做 幫他割刀就算 開刀 我亦都認識一些人 就用開刀的方法去處理它 那在這種情況呢 在我們同類療法的經驗之中 自然醫療 我亦都可以用我們的 不用開刀的方法去處理得到 那這個就視乎當時的正常 我會用不同的和療劑 那如果有時候 我們的眼睛有些血絲 紅筋 那其實代表些什麼呢 那當然啦 有時候都有人看到 你的眼睛很紅 很多人都 經常都有人經歷這件事 那當然一般最常見的 那就是剛剛哭了 是吧 十元仔 哭了之後眼睛紅紅 那也都可能因為 喝酒太多了 那哭的時候 當然眼睛會小血管 就是微小血管 會擴張 沖血 那和喝酒太多 都差不多的 那當然眼睛紅色 也都可以代表 剛剛是感冒 或者是眼睛過敏 如果經常都在那時候 可能也是因為 你吃了一些防炎血 那些薄血藥 也都會導致這種藥的副作用 那當然 這種藥的副作用 令到你的眼睛 即微小血管爆裂出血 那也都可能其他地方都會出血 嚴重一些 有些人吃阿時不靈多 或者薄血液多 突然之間 就胃出去 甚至乎死亡 所以這些藥 大家也要小心 很危險 那好啦 那如果你眼睛長期 都有一些血絲 那也有一種病 我們可能 或者叫做眼睛的玫瑰斑 那大家有時候 都聽過 有些暗瘡 是那種玫瑰斑 那種 即好像手腔鼻 那類的 那種玫瑰斑 是一種警訊來的 那玫瑰斑 是一種經常見的 皮膚病 會令到面部 是通紅 多油 就生了很多青春斗 那 但為 羅患玫瑰斑的人 百分之六十 也都有眼睛的玫瑰斑 都有 通常眼角都有相似的症狀 那當然有其他的因素 可能就是 淚水多 或者眼乾 眼睛不舒服 對光敏感 那就是這些情況之下 如果不處理 也會傷害角膜的視力售好 所以 紅眼睛的因素都很多 但是 當然最常見的 我們叫做紅眼睛 紅眼睛 其實是一種可能 極具傳染的眼睛的感染 很多時候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會見到 一群人裏面 一個傳一個一個傳 就傳得很快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就要知道 一種傳染性的紅眼睛 我們就要 及時要處理它 你知道 我們一般很簡單的 有一種很簡單的工具 有超過一百年歷史 就是膠性眼 膠性眼 膠性眼是早期 差不多可以這樣說 是針對這種感染性的紅眼睛 滴滴滴滴到眼裡 這種紅眼睛很快可以注意到 如果你有過敏性就未必 過敏性的起因就未必 但如果你是一種感染性 膠性眼是非常之有幫助的 好了 但有一種情況之下 譬如你的眼睛 有很多血絲 同時也有嚴重的頭痛 視力模糊 腦筋不清 有一種作嘔作喚想嘔 或者看到一些光環出現的時候 這種情況的症状出現 就應該要勒勒 要看醫生處理它 因為你可能出現一種急性的青光眼 就是眼壓突然升高 如果不是馬上治療 可能會失眠 即是似乎那個症状 當然一般性的紅眼睛 很多人都會有 但如果出現那種急性的青光眼 可能很重要 要立刻處理 那醫生 有時會見到人的眼睛很黃 那經常都說是否有肝病 那些是肝病 一般人都是 一聽到黃眼睛 大家人都是 黃膽病典型的徵兆 因為血液裡面 有些叫做 吉黃素 或者膽紅素 比利瑞瑞瑞太多 導致皮膚和眼睛變黃 那當然黃眼睛 往往是有些 羅華嚴重肝病的徵兆 例如肝炎 肝癌化 或者肝癌症 也好 黃眼睛 也可能是胰臟癌 都會有 有一種叫做 黏刀型的貧血 也有 Cycle Cell Anemia 或者黃熱病 Yellow Fever 那這些黃熱病 是一種熱帶地區的疾病 那當然很多時候 有蚊子咬傷 那所以香港人 有時候去外國 去南美洲去旅行 那有些國家 基本上都要 你一定要打黃熱病的針 因為這些病 可能在那個熱帶地區 可能很常見 那當然黃眼睛 也可能是 有一種叫做 Gilbert syndrome 叫做吉伯特氏症候群的徵兆 那這種叫做 Gilbert syndrome 這種病 是一種渾存性的黃膽 有百分之十的白肿癌 都有這種病 但通常對身體 沒有什麼大礙 那還有呢 黃藥這種的病 除了膽紅素 濃度高之外 其實沒有什麼其他的徵兆 所以這個百分之十都挺高的 他的壽命都跟其他人一樣 因為他們的黃膽通常很輕微 有時候因為壓力、感染、節食 或者身體的勞累而發作出來 那如果有時候 眼睛有些斑點呢 那會不會是有什麼徵兆呢 有時候你都會留意到 咦 現在你的眼睛有些斑點在這裡 簡單一點的斑點就是 有些好像血的鮮紅色的斑點 通常都不會痛的 即是你說出來的時候 有人說是什麼 就照著鏡子 說是呀 有這個情況 這通常都是結膜的出血 那這斑點呢 其實有時候 可能你咳得太大力 打牙齒 或者吐吐 那也有時候 你是可能不小心磨擦到它 我記得我最近有一次也是 我脫了一件運動衫 運動衫就是 就是都是很窄的 那我又很不小心 拔拔脫了一件衫 接著就拆了一隻眼 那完全沒事的 那接著發現 咦 眼睛紅了 那就是很明顯 就是你在脫衫的過程 那件衫就 枯著一隻面部 這樣拔 那就是令到皮膚的 那個血管破裂造致的 但是也有 有時候可能這種 解釋不到的 這些紅斑點 可能也是高血壓的訊號 尤其是老人家出現 那 也有情況 譬如 紅色的斑點 尤其是在拱膜局部 那些 我們稱為透明斑 這種 那這些可能 是因為鈣的沉積 導致出來的 出現了比較深色的顏色 有時候可能灰灰的 有時候可能黑黑的 總之有些 即不是紅色的血那些斑點 那可能是一個人口老化的徵兆 那這個就是 如果是 當然也有可能 血壓高 和凝血症這方面的問題 那如果有時見到那些人 那個紅膜周圍好像有些光圈 那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我們叫做老化鋒 Archicinela 在那個銅膜裏面 尤其是上面那裏 你會有灰灰的 即不是就這樣白色的 是有灰灰的 一個好像月形的 一個鋒在那裏 那我們也叫做 Coinio Arcus 這種黃白色的環 通常是紅膜和角膜邊緣裏面 堆積那些膽固醇是構成的 那這些是男性就比女性普遍一些 黑人比白種人也都多一些 那通常都不會影響視力的 那這種精像呢 那在醫學上有沒有代表什麼呢 其實沒有定論的 那有些人 這個可能和那個黃柳 即高膽 膽固醇 糖尿病高血壓的症狀有關的 那這些病呢 也都可能會提高一些人 患心臟病或者中風的機會 那也有些人說 有這些角膜環的年輕人 就比較危險一點 那最近的丹麥呢 有個研究發現 有老花湖 即是Arcus and Nellis 這種的女人 那個壽命呢 是比沒有這種光環的女士還要短的 因為呢 我也都見過 有些小孩子 即是十多歲的小孩子 其實他都會出現這種這樣的 我會叫做角膜環 那所以是不是代表真的有些什麼 所以剛才所說 其實醫學上他都沒有解釋 有些人就認為 是這種出現的 但是膽固醇聚跡 那你的腦筋 應該會比較遲鈍一點 但我亦都在我自己經驗上 我發現 有些很年輕的人 腦筋平常之靈活的清想的人 其實都有這個症狀 所以可能不是代表什麼的 即是未必一定是代表什麼事的 那有時我看到有些人 的瞳孔是兩個不同大小的 那其實會不會有問題的呢 其實呢 這件事原來都很多人有的 在我們的醫學的資料 發現每五個人裡面 其實都有一個人 兩個瞳孔是大小不一的 那我醫學上有一個特別的名稱 叫Annie Sokoria 那這些人是一生出來就是這樣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因素 那瞳孔的大小是取決於 那個紅膜的Iris的大小 紅膜是 即是藉著打開關閉 來調節我們入眼的光線有多少 那在十二十三十四歲的時候 我們的瞳孔是長到最大了 那開始慢慢地會縮小的 那大到六十歲左右 就會維持一樣的大小 那它不會變動都很厲害的 那當然瞳孔大小不一 通常是一種正常的遺傳的特徵來的 就不是代表有什麼問題的 那當然呢 如果瞳孔的可能都因為身體的創傷 或者叫做Eliopathy 即是沒有什麼原因 解釋不了原因的改變 那這種的情況出現 通常自己會復原的 那但是當時呢 如果有時候呢 突然發覺我們那個單眼的瞳孔大小 突然之間改變 那很可能代表身體發生 危及性命的問題 例如大腦出血 那個腦瘤 腦膜炎 腦炎 或者動物瘤 那這些體系 通常呢 一有些救傷人員 如果一個人跌到地下坐下的時候 他們是不是好的時候 就拿一個電風照 檢查他的眼睛 檢查他的那個瞳孔大小 那就是看一下 會不會就是這個 因為有些嚴重的 譬如中風這方面的跡象 那我知道眼睛的顏色 是跟頭髮的顏色一樣 是根基因決定的 那大部分的人 那隻眼都是黑色 或者啡色 但是有時候 比較少見的是藍色眼 那他們通常是 是北歐那邊的 是啊 是北歐 譬如好像芬蘭 芬蘭的人百分之九十 都是藍眼睛的 那但是有時候 我們會看到 那些人的眼睛 眼睛的顏色 會有所改變的 有時候可能 還要是兩隻眼都不同 顏色 那又是甚麼意思呢 當然 就是好像 顏色 就 原來早上所說 啡色 黑色 藍色 也有些人是綠色 這個可以說 是不同種族 人種 但有時候 我們會說 如果突然眼睛 本來是這樣的顏色 慢慢改變 當然 一個很容易出現的 就是年齡 年齡變化 像白種人 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在青春期 或者成年時間 的顏色是會改變的 由淺中式 或者中式的小孩子的眼 可能顏色會變淡 或者有灰眼 或者綠眼的小孩子 顏色可能變深的 亦有很多藍眼睛的人 都發現 隨著眼靈增長 眼睛的藍色 會變得更加鮮艷 藍色變得鮮艷 好像看來 很像一種瓷蛙蛙的感覺 這個就是眼睛會改變 尤其是白種人裏面 因為它本身顏色淡 可能看得到分別 中國人裏面 始終是黑色 啡色 不太覺的 十分之一的顏色 隨著眼靈改變 但有時候 兩邊眼睛的顏色都不同 有時候 當然現在人們很喜歡 戴那些 有顏色的 可能只剃了一顆 但也有一種情況 我稱為 紅膜的異色 紅膜的異色 即是兩隻眼睛的紅膜 本身真的有不同顏色 這些在貓、狗、馬 比較常見 但在人類比較稀有 另一種紅膜的異色 就是同一隻眼睛的顏色 都不均一 這個我都不是很多見的 即是同一隻眼睛 它都有不同的顏色出現 例如有些斑點 或者顏色混雜的效果 通常都是因為天生 也可能有疾病 受傷 或者西藥物的反應 都可能會導致 明白 除了這個因素之外 也有一種 我們稱為霍勒士症候群 這是跟我們 我曾經所說的 眼皮下垂的一種先兆 眼睛會出現不同 也有一種複耳士 而異色的紅膜 折膜炎體 亦都是一種眼疾的症狀 這種年紀輕人 比較容易得到 通常患病的眼睛是一隻眼的 當時患者同時 通常有些黑影 或者是視目模糊 這個問題 當然羅患青光眼 白內障 機會都比較多 要出現這些顏色 兩隻眼睛不同 亦都用來一種叫做 色素性的青光眼 那種疾病所導致 患者通常是 年紀輕的男士 當然有其他跡象 例如有視力模糊 運動或者努力之下 就會感覺有些痛楚 當然顏色的不同 亦都可能是 眼睛受傷 或者良性皮膚的腫瘤 或者惡性皮膚硬的症狀 但這個通常是比較少見的 在我的過去經驗裏 我試過處理那些 有青光眼的病人 他的眼睛很紅 他也知道 原來他們用了 滴眼藥水 處理青光眼眼藥水 會改變兩隻顏色 亦都令到 那個眼白 長期出現紅眼症 這個在我自己的病人裏 我也都遇過這種 因為西藥的治療 青光眼的藥水導致 醫生啊 有時我們見到 人家的眼睛 水汪汪的 但其實應該是 沒有那麼 他好像想哭 看到他 這是講眼淚 我知道我們眼淚 是情緒正常的症狀 開心啊 不開心啊 都會流淚 但你曾經所說的 就是有些人的眼睛 其實他不是哭的 又不是成的 但眼睛是 很濕的 很濕的 濕濕的 這個情況 通常就是 有些眼淚 是慢慢地 不斷地流下來的 也不是因為 有些悲哀情緒 很多時候是 通鼻水 過敏的症狀來的 譬如你那個眼裡 其實我們不斷地 製造淚水的 那些淚水是要 滋潤著我們的眼球 因為眼球會干潔 會溃揚 所以 其實我們不斷地 有眼淚水是出現的 是製造出來的 只不過 他就會向我們的鼻孔 那個方面 是流走的 有些時候 就因為 你那個 那個環境下 那個空氣那裡 灰塵太多 或者花粉太多 導致你 眼睛有點癢 不斷眼淚水出 也有些時候 就是我們那個眼淚水 太多 也代表我們 維生素鞭移 就是核黃素 那個鞭移 Riboflavin 核黃素 是缺乏了 那這種維生素 是維護眼睛 和皮膚健康的 必要的養分 但是眼淚水太多 也都可能 玫瑰斑了 做自出 那種種皮膚病 也都會令到 那個眼睛 和皮膚 是變紅的 那也就是可能 一種比較嚴重的 這些問題 但是有時候 淚管塞 有一次 年紀大的人 你會見到 其實他就不是水汪汪的了 總之 整個淚水 不斷滲下來 那這個就可能 淚管堵塞 或者是鼻息肉 或者有另外一種 不同的症狀 導致我們那個眼淚水 不能夠暢流 那這個也是 導致我們水汪汪眼的出現 明白 那有時候 我們對眼睛會覺得很乾的 是啊 那你當然 我覺得 如果大家有機 有時受到風吹 眼淚水蒸發得太快 一種叫乾眼症 那通常這些人都是很不舒服的 就好像覺得眼裡的眼睛有些沙 這個都挺常見 尤其是老化的時候 女性比較多下 那隨正年齡增長 所製造的油脂都變少 尤其是停經之後 因為刺激素的分泌減少 所以油脂也會減少 那沒有辦法把眼球周圍的水分鎖住 令到眼淚蒸發得太快 那就會出現這些眼睛的乾燥 那很多時候眼淚水 當然眼淚水多 都是因為乾眼睛的徵象 那因為眼淚不夠黏的時候 沒有辦法留在眼睛上面的 滋軟的眼睛 那就會流走 那當然眼睛長期過度乾 那也跟眼淚太多一樣的 那都是因為你的居住環境 即居住環境不好 可能住得太熱 太乾燥 風太大 或者高海白的地方 或者家裏面的暖氣 或者冷氣開得太強 那很多時候都會導致 你的眼光出現 那當然眼光也很多時候 因為對某種的藥物 經常出現的藥物的反應 譬如抗組織胺 抗組織胺 我們看到吃這些抗組織胺 通常有些敏感 敏感流鼻水多 那它會給一些收鼻水 其實是抗組織胺的藥物 這些都會導致眼光 那當然眼光也有時候 看出看得太久 對著電腦太久 或者我們睜著眼睛 看任何東西專心那裡 太久 或者斬眼的次數減少 那也都導致眼睛裡面 潤滑的程度就不夠 那眼光是其實都幾多的因素 那也都有一種 通常眼光都不是一種特別嚴重問題 但也都有可能是因為 確瑞膚乙症 或者其他的甲長腺素 就是grave disease 那這個跟眼淚過多其實都是一樣的 那乾眼睛的 也都可能有一些比較嚴重的 自身免疫的徵象 譬如那種風濕性的關節炎 或者全身性的紅斑囊瘡 那全身性的紅斑囊瘡 比較嚴重一些的慢性病 那主要是什麼呢 就是身體很多地方都發炎的 那所以有一種叫做 就是眼光呢 還有一種風濕性關節 我們叫做riter syndrome 這種呢 其實就有 就是風濕性關節的其中一種 嗯 半帶著眼光的 那就是這種這樣的 riter syndrome 那通常這種情況 都會導致身體的產生水分的 腺體受損 或者通常都是女性 還有大概百分之九十都是女性的 那平均發病的年齡 都是四十歲到五十歲左右 那如果你不去處理它 那角膜就是嚴重受損 那當然它本身這個病 這種自身免疫病 對其他的器官有傷害 特別有口看 消化度 以及女性的生殖器官 那所以你處理的時候 有些人遇到這個情況之下 都要了解根源在哪裏 那很多人呢 就用一些滴眼藥水 是不是 市面有很多的 那些眼藥水 那但是呢 如果你的起因 身體有其他的自身免疫症狀呢 其實呢 你就不要 就這樣用眼藥水 敷衍一下就算了 嗯 你都要正視那個問題 那個出現 那就是有時候呢 有一個症狀呢 那就是 你眼乾 那醫來醫去都醫不好 那這樣 那又經常斬眼 那也有些沒有 就是控制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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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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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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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靜聯啊 那沒有辦法 令到你的眼睛沒有辦法 增開一下 那你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可能有一種叫做 Meggy syndrome 那就是比較嚴重性的 神經性的病 那 那這種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就是大家呢 真真正正呢 就是要靜視這種的問題 所以呢 眼睛的問題呢 通常呢 我覺得呢 大部份人呢 遇到這個問題呢 他都會去 去企圖跟進去處理他的 那但是背後呢 有很多的其他那些 那些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那些是 其他那些 就是不同的 不常見的症候群呢 都是可能是導致 那些方面的那個 那個問題的 那所以呢 就是 就是大家要 就是要 要跟順啦 要處理啦 那就是希望呢 是不是背後呢 是有些更加嚴重的 那些腦瘤那些精兆來的 嗯 明白了 好先休息一會 一會兒 自然療法於你 我們平時喝的水 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 錄氣 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訊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資源 健康之全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回到第二節的自然療法與你 剛才我們說到眼睛的精兆 那袁耳生啊 有時呢 我們說會眼眉條 那其實 是不是一些什麼的精兆呢 我首先要先讓大家知道 其實我一般人眨眼是多少的 你大概知道嗎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眼睛 每分鐘大概會斬15次 每次四秒鐘就夠了 那如果有時我們發現 我們的眼睛呢 是叫做抽動 可能是眼眉條那種感覺 那就是我們經常都說呢 有人說你啦 有什麼事發生 眼抽動 那眼眉條有時 其實都不一定是眼睛本身是動 只不過眼眉上面 有一種抽抽 眼皮不自主的這些 通常都沒有什麼問題的 只不過你自己可能感覺到 有些怕怕 發生什麼事 那眼眉條呢 抽動呢 可以在上眼皮 下眼皮都可以出現的 那很多時候是疲累啦 壓力啦 或者喝太多咖啡因引致的 或者看電視 或者電腦的螢幕太久啦 電視啦 或者有光閃落的東西看太久 都可能會引起的 那當然這種跳動呢 唯時可能只不過數秒鐘啦 那有時候呢 有幾天呢 時有事務 那通常呢 這些所謂眼眉條呢 通常是無害的 但是也有其他 嚴重一點的眼簾的經亂 我英文叫做 preferral spasm 的一種的征象 那這種呢 就是早期那裡呢 就不是很感覺到的分別 但是嚴重的時候呢 我們眼簾的經亂裡面呢 我們的眼皮呢 會連續合緊的 即不是這樣偷動 甚至尾都很迫的 抹抹抹抹抹的眼睛 就是控制不到的 那而且眼睛經常都不舒服啦 對光極度敏感的 那還有呢 這個跟我們眼睛眼簾那個 肌肉纖維震動呢 是不一樣的 因為如果我們那個 我們的眼簾經亂呢 治得不好的時候呢 會嚴重 即是 視力會受損的 那這個呢 就有一點點分別的 但是相信呢 很多人都會 遇到這些情況呢 都會去找醫生去跟進啦 是吧 他不會就這樣 就是當自己眼靈條 嗯 那有時見到那些人呢 眼球呢 是動得很快的 是啊 是啊 那是什麼意思呢 那就是 可能眼睛閃閃閃 可能眼睛就向某一邊去拉動 有些人就是眼睛伸在一邊 即是他睜下去 睜在一邊 那這個很可能 就自己可能眼部有些不舒服 是吧 他就令到眼球呢 就原來不自主對 在那裡很快速地移動 那這樣 那通常呢 兩隻眼都會同時發生的 是 一邊或者 一邊或者兩邊眼球呢 向前後移動 上下移動 一陣陣發生的 那有時呢 是維持幾分鐘 或者幾個小時的 那 那 有很多時候呢 那些兽仔呢 經常有這樣的動作 那如果周圍的人不告訴你呢 他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這件事 那這個情況是什麼症狀呢 那 簡單來說呢 我覺得是敏感 那導致眼球有少少症癢 那 那其實呢 他就幾頭呢 動那隻眼球呢 是幾頭呢 就是舒緩一下這種這樣的症癢的感覺 那但有時候的眼球的那些震 震一點呢 可能有一種更加嚴重的那些病的症狀 那也都可能一種內耳的疾病呢 我叫Meneer Syndrome 梅黎爾症 Meneer Syndrome 的症狀 那也都可能是中風或者 就是腦瘤那些更嚴重的病 那就是眼部那些症狀呢 雖然有很多時候呢 就很普通的情況會出現 那有時候呢 我都要留意呢 它可能代表呢 是比較更加嚴重的 那有時候呢 那些人會說見到有影啊 是啊 就是我們曾經所和大家分析呢 很多症狀呢 是外面的人都看到的 嗯 那但是有些症狀呢 我們叫做什麼 我們叫做 飛蚊 有些 飛蚊症 那飛蚊症是人家看不到的 你自己感覺到的 那所以這些這樣的症狀呢 是你自己的眼裡 看到自己才看到的 那相信飛蚊症 很多人有啦 是啊 經常都聽到 那就是飛蚊症很簡單啦 眼睛的前面有些黑影 或者斑點來飛 那有些人以為呢 就進了一些沙或者一些昆蟲 但是又沒有什麼感覺的 他摘下眼呢 都是一樣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到這當然不是沙 不是一些骯髒的東西 你看到一種叫做浮影 英文叫做Floater 我們叫做飛蚊 那浮影看來呢 可能是黑點啦 可能是蜘蛛網那種感覺啦 可能是毛髮啦 沙啦 或者小昆蟲 在你的視野裡面飛過的 那因為呢 它不是真真正正在眼睛的表面的 是浮在那裡 眼睛的眼睛不掉的 那這種這樣的小團呢 的玻璃體 就是叫Vitrous Human 就是我們眼球裡面一種的 裡面一種膠狀的液體來的 嗯 那其實這些的物質呢 其實在我們的眼球裡面的 膠狀液體裡面出現的 如果你想真真正正去看清楚 如果你眼裡面有沒有浮影呢 最容易呢 就是一棵很大的白色的牆 是 或者一種蔚藍色的天空裡面呢 浮雲天空呢 你看去呢 通常呢 你會見得到的 嗯 你會見到很多的 那通常的浮影 通常的時間都是幾秒鐘而已 但可能也有幾分鐘的 那如果你會隨著你的頭的轉動呢 有時候時有時無的 那也有時候呢 是永久性的 那要看得到 即是 如果任何人呢 你去真的留意去看的時候呢 你都會一定會看到 不多不多不多 都會看到的 好啦 什麼的人會容易出現比較多些呢 那當然呢 近似很深的人 或者眼睛動過手術的人呢 是最有可能呢 看到一些浮影的 那當然呢 很多時候呢 第一次看到浮影 都是青少年期 那隨著我們的年紀越大呢 看到浮影的頻率 就越來越頻密了 那為什麼呢 那為什麼呢 我們眼球裡面的玻璃體呢 是會隨著我們老化呢 開始從個視網膜抽離 那於是有些細塊的膠片 好像激進我們的視野 那這個呢 就是年輕人期 其實應該有的 那隨著年齡增長呢 那雖然 簡單來說 浮影呢 是只不過是一種老化的徵象 但是都不排除呢 有時候可能危險的徵兆 尤其是你突然之間 看到很多的 整大片的 不是幾粒幾粒的 那還有呢 背景深或者背景淺的物件呢 都同時看得到的時候呢 那或者有些浮影 是集中在一個地方的 那這些可能都是白內障 眼睛發炎 眼睛出血呢 或者嚴重的眼疾的 早期的徵兆來的 那在我過去處理呢 我都處理很多這類的浮影 那當然不是一般性 那通常呢 我們處理的那些病人呢 他是近時都很深的 那突然之間呢 就哇 很多一大片的 那當然呢 就是很害怕啦 是不是 如果你處理得不好的話 你可能會永久失明的嘛 那所以我過去呢 亦都是不同的時間呢 都處理過這一類的 就是這些所謂的 嚴重的非蚊 那不是普通性的非蚊 那我經驗呢 我多數呢 這種都是我們的 視網裏面呢 就有少少出血 突然之間出現的 那樣出血 因為雜質呢 是沒有什麼可能呢 很快地 就進入我們眼裏面 那些膠狀的液體 那通常呢 是我們的視網 摸他們呢 有少少出血 或者有少少輕微的破裂呢 那突然之間呢 就多了很多的 那我通常呢 都是用痛的療劑 先處理它 那是比較快的 痛的療劑 很多時候呢 在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呢 我們都可以見到效果的 那當然呢 就不是一兩隻療劑的 我都要視乎 都要辨證才可以找得到 這種這樣的 那個就是 那個那個 起因是怎樣 那要配上一隻 對的療劑呢 那就可以改善到 這個問題的 那我最近處理過呢 都是比較年紀輕的 就是年紀大那一類呢 都是一種老化 那都沒有什麼 就是他都不會太過擔心 要找醫生去處理 那年輕的那些呢 尤其突然之間出現那些 就很害怕 通常他都很害怕 就是趕快來找我們幫他忙去處理這個問題 醫生啊 如果呢 如果呢 我們見到有閃光 那是代表什麼呢 當然啦 通常我們看卡通都看到啦 是不是 那些人被人的聲音的咆哒 將手裡打到你頭那裡 通常會畫很多星星的 是吧 很多閃光的 一樣的這樣 這種呢 就是我們的腦道呢 是被人撞擊的時候呢 就會出現的 那這個不是一個 不是眼裡面的 就是眼裡的 你看都一樣的 是我們腦後面的 那個 就是處理我們 那些時候的 那些症狀 那通常呢 都是被人的头严严重打下 经常会出现这种症状 有时候一种叫做闪光幻觉 学生、作家如果睡眠不足 或者熬夜读书 写作的时候有时有些闪光幻觉的经历 当然,我刚才所说 如果头部被人挨打 打一次或者用力捉眼 有时都会的 大力捉的时候 眼球方面有些特别的变动 当然,偶尔发生的闪光是很正常的 通常都不用太担心 大部分的闪光和浮影 都是一种老化的正常的症状 但如果持久或者太频繁的闪光 亦都可能是低血压的 低血压的症状 尤其你突然起床的时候 突然有人刻一刻的闪光 这可能是低血压 也可能是腎上腺素弱 有些人都会的 但起床的时候 有人刻一刻想暈倒 我有试过看到星星 这些就是年轻的女性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低血压的问题 但闪光亦可能是扁头痛的先兆 通常都是扁头痛的 叫migrain headache 和一般性的压力头痛的不同地方 就是我们有闪光 通常是一种扁头痛的先兆 这种情况的闪光 通常是由脑部的血管静联所做出的 为什么呢? 扁头痛通常是我们脑袋里面的血管静联 这种静联在脑袋的静联 可能会同时令我们产生一种闪光的感觉 明白 有些人有扁头痛的人 有闪光的先兆 但接着又没有什么头痛 所以扁头痛 是未必一定跟头痛有关的 这种这样的扁头痛 即是有没有头痛 甚至有闪光 我们有一种名叫做眼睛的扁头痛 其实是眼睛的症状 或者是安静的扁头痛 即是有闪光之外 又可能有视野的问题 从此造症作呕 避看失 这种情况之下 很多年之后才开始有头痛 即是早期有扁头痛的 早期的迹象 但未必有扁头痛 这种这样的现象出现 刚刚刚说完闪光和非蚊症 有时人们会见到 一些很漂亮的花 一群小雀 一些动物 但其实它们是不存在的 其实它们是否有精神病 我们叫做幻影 不只是闪光 幻影和闪光 是可以说是同一回事 只不过你看到 除了一些光点之外 其实你只能看到一个 好像你所说 有一些很漂亮的景象 通常人们会听到这些情况之下 他们会担心 会不会是一种精神病 是否自己发疯了 原来这种是一种典型的一个症候群 叫做Charles Bonnet Syndrome 邦内特症候群 原来这个名字是如何 原来在18世纪 有位叫自然史学家 他是第一个描述这种症状的人 原来他有一个祖父 当时高令87岁 就快失明了 但他一直看到一些并不存在的人 小鸟、马车、建筑物和圆形 这个他从小时已经听到 但到慢慢到他自己的事力退化的时候 他仍然都经历到这种同样的幻觉 所以这位Charles Bonnet 这个名字是以他为名的 因为他是第一个在文献中 是形容这种的症状 所以这是一种视力的幻觉 通常有些人说 看到令人很愉快 成群的小孩、动物、鲜明的形态 或者乡村的风景 这些幻影维持几秒钟或者几分钟 也都可能在几个月里面 或者成几年都不断地发生 有些人说 我很喜欢看这些幻影 亦都可以随自自己根换的影像 当然也有人觉得很难遗情 或者恐怕 然后自己是不是脑袋里 有什么问题 好了 Charles Bonnet syndrome 这种患者 和一般的精神病患者 不同的地方 就是有这种幻影的人 他知道自己看到的景象不是真的 他知道他的视力有出现这个影像 但他知道不是一个真的 而他们的幻影绝对是不会 同时伴有幻听 有幻听通常是精神病常见的征象 就会听到一些声音 听到有人说他 这个在我的自己的 在我的诊所里面 我往往遇到一些病人 都有这种幻听 通常是典型的精神病常见的征象 看见幻影的人不是精神失常 他最大的是因为视力衰退 通常在那些案例里面 那个幻影都是视力不好 或者视力衰退 或者其他眼疾的征兆 例如青光眼、白内障 或者老年性的黄斑病变 是常见的眼睛退发疾病 亦都成为老成年人失明的主要原因 女士、白肿人、眼睛颜色比较浅的人 吃烟的人、肥胖的人 那个罗患机会都比较高 亦都可能是跟那个遗传有关 好了 一般视力不好的人 其实都经常看到到幻影 估计10%到40%这么高 这种跟我们一种叫做幻肢类似 幻肢是那些人折了肢 就是断了手或者断了脚 对失去的手臂或者腿 还有一种感觉 所以幻影可能都是随着 失去的功能的眼睛 企图弥补追溯以前看过的景象 即是它已经消失了 即是折肢的人 手已经消失了 但它还有一种记忆 好像手脚还在 好了 这种情况 如果我们稍微把家里的 改善了家里的照明 可能令到幻影会消失 因为为什么呢 当你在黑暗的地方 你基本上又不是看得很真 那你就会 你脑海中里面的以前的那些影像 会有机会看到 如果你说家里是很光亮的 你看到目前的景象的时候 会掩盖了这个幻影的出现 那好了 如果肆虑正常的人 也都看到幻影 那可能是奥塞尼 或者百根顺 或者中风 或者其他神经性的疾病的征兆 那当然了 很多时候呢 大部分有些人 都不想告诉医生听 一怕就当被人读 说他然后拍鞭 或者说他那个智障 或者吸毒过 那所以呢 他们很多时候呢 就是不敢出声 那结果呢 就没有办法呢 是治好了 因为其他的病 导致这些幻影这种这样的迹象 那我曾经说起 就是现在的今时今日 老人家呢 最容易导致 视力 成人视力的失明的人呢 是一种叫做 age 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就是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 这个导致 最容易出现这个 就是那个视力失明的 那好彩呢 通常白种人比较多些 颜色浅的人比较多些 吸烟的人 那所以在我们香港的中国人社会呢 就比较上呢 视力退化的呢 就这个的 这种的症状呢 就不是那么多 但是都是慢慢的 是显示出来的了 好了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的精神有些什么呢 第一 视力模糊 晚上的视力不良 直线看起来 好像弯曲 或者上下起伏 视野里面的中央看不清楚 或者有空白 很难辨别人的面 面的样子 很难适应微弱的灯光 越来越没办法看到远方 以及很难辨别颜色 或者颜色看起来都不是很鲜明 越来越没办法做一些缝孕的工作 或者阅读啊 这些这样的仔细的活动 以及有幻影 我正在所说的 那这个呢 也都有机会呢 是那个老人性的黄斑部病变 因为这个呢 因为这个呢 在今时今日呢 是导致那个 那些人 成人失眠的最主要原因来的 嗯 那好了 那当然呢 如果有时你看到的那个影像呢 是周围的影像呢 是慢慢地 就是失去视野的周边的视力的时候呢 这个可能是青光眼来的 是 或者是蚀蚀蚀蚀蚀 蚀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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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就是 喜欢戴太阳眼颈的 嗯 有时一看到 突然间看到光呢 就会遮住眼的 那我们发现呢 就是有扁头性的人呢 有些人对光引起 因为光呢 是触发它的扁头性的 扁头就是扁头痛的 那当然 畏光呢 就是很多眼疾的征兆 白脉脏 视网膜脱离 或者那个眼的角膜的磨擦 那也都可能呢 畏光 怕光呢 都可能对有些药物的反应 例如四环素 多西环素 多西环素 或者呢 那个 那个 梁石 Beladonna 或者龟灵 这些这样的 药疾病的药物 那也都可能 维他命鞭移 缺乏的征兆 那当然了 畏光呢 可能是 控酒 吃了一些 cocaine 那也都可能 吃了一些 amphetamine 这些药物的讯号 那 那畏光呢 可能是 出发于一些严重的 但可以治疗到的疾病引起 譬如麻疹 高血压 或者grave syndrome 或者眼疼症 那个症状 那或者可能有其他致命的病 例如脑膜炎 脑炎 脑炎 那个 肉毒汗菌的中毒 或者食欲菌的中毒 那个 那个 风狗症 或者 拱下水痕的中毒 那样 那当然了 如果你有这种 这样的致命的病 你那个症状 当然不只是 怕光那么简单 有很多其他症状 都会令到你知道 是可以处理它 那医生 夜晚症 即是什么 夜晚症 即是 顾名思义 即是 夜晚一看就看得不太真 对吧 夜晚症 很多时候 是白内障 常有的症状 所以 年纪大的时候 白内障多 他觉得夜晚一看 不太好 但当然 也是维生素A缺份的最早的病症 也会导致 那个角膜的很干 很干燥 或者 甚至乎 是令到 视网膜的损害 但是 如果你是很年轻 就已经有夜晚症 那可能这种是 遗传的病 这种病 我叫视网膜色素变性 Retinitis Pigmentosa 这个发作的第一个症状 那这个 在医疗上 都要及早正视他 否则可能会导致 那个严重的事例的受损 那我知道有些人 有时候会觉得 见到那些颜色 会有所改变 那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有时都看到 就是看起都看到 有些人吸毒的人 有时在黑暗的地方 躲在这里 突然之间 一见到光 他就好像很不安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有些人呢 就喜欢吃那些迷幻药的 这些人呢 他其中呢 很多时候呢 他都会感觉到 看到一些东西的转变 那种颜色 那我很记得 在我大学的期间 我以前在美国大学里面 其实我同学里面 很多些是早年的 所谓那些 稀皮士的人 那他也都告诉你 原来呢 发明那个 那个遗传基因 那个Double Helix 那个科学家呢 他认为呢 他也是在这些 迷幻药的影响之下呢 是被他体验到 我们遗传基因 那个Double Helix 就是这么说 那这种是一种 我们叫做 色盲症 简单来说 色盲症 那大家知道 色盲症的 可能是糖尿病 所引致的 那个眼疾的 早期的征兆 但如果是 只是糖尿 那个血糖浓度 改变呢 那也都可能 都会产生这种 这样的变化 问题就是这样 如果你是真的有糖尿病 那你需要用 颜色的试纸 来检验一下 到底有没有糖尿呢 那就麻烦了 是不是 你根本看不到 颜色的改变 那所以呢 最好呢 就不要吃那么多 高饼 啊 甜粉质 啊 糖的东西 出现这个问题 好了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颜色开始看到的东西 开始变成黄的 我们有一种叫做 黄氏症 Sanfoxia 就是一种色盲 是一种变黄的 那这个很可能呢 是你那个 严重的肝病 是 产生黄胆 嗯 那变成身体的可能呢 血液里面 是很多黄色的色素 那除了黄色之外呢 你也都可能 在物件的周围 可以看到光环的 那也都可能 你现在吃那些叫做 毛地王 一种经常用来治疗心脏病的 一种药物 这个Digitalis 嗯 那这种药呢 本身呢 都是一种毒性的 那可能呢 是因为用了太高 或者时间太久了 那可能是一种 毛地王中毒的警讯来的 那这个会导致心脏衰竭 心律失调或者死亡 是 好了 但是呢 有时候呢 你遇到呢 这个男性的了 会有出现这个症状呢 那其实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现在很多的男性呢 有很多所谓叫做 吃伟哥 或者有些叫做西力士 Celix 或者洛威狀 Levertra 这些这样的 狀阳 就是治疗不举的药 里面呢 原来这些也是一种 常见的 的副作用来的 那就是 有时候你见到 本来都很开心心乐观人 那有这种这样的 好像那些 好像有点蓝蓝的 他又不是说 真的自己很抑郁 那他其实呢 很有机会呢 见到那些东西 开始有淡蓝色 又加上有点怕光呢 其实可能是吃这些 不举的 壮阳药的 导致的副作用来的 嗯 明白了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最后 看下大家 如果有些什么问题 或者意见 随时可以去 我们网台的 讨论区留言 或者直接 E-mail给袁医生 他的E-mail是 dr.yuan sourceradio.com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袁医生 回诊 打以下这个电话 2577-3798 好今集来到这里 多谢袁医生 多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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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 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 2577-3798 网址 www.natural.com.h www.natural.com.h